全堂诗卷37212 游子银 孟娇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逢 一孔迟迟归 慈母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儿子赶至身上的衣衫 临行前一针针密密逢坠 怕的是儿子回来时衣服破损 有谁敢说子女像小草那样微弱的孝心 能够抱得了像春灰普则的慈母恩情呢 游子银写于丽阳 此时提下孟娇赐助 迎母飘上座 孟娇早年飘泊无一 一生贫困潦倒 直到五十岁时才得到了一个丽阳县位的卑微之职 结束了长年的飘泊流离生活 便将母亲接来同住 诗人仕途诗意 饱尝了事态炎凉 此时欲绝亲情之可贵 于是写出这首 八于肺腑感人至深的宋母之师 临行秘密逢一孔迟迟归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